换个想法 提到了未来 您第一个想到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人类会移民外太空 但是先别想得太远 在眼前有车商率先推出了概念车 要陪您开向未来 这是属于同一个集团的 劳斯莱斯还有mini汽车 打造出了未来车 当然光是这个外形 就必须要大改特改了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 彰显出车主的个性 这张不但将车轮底部削平 更把仪表板变不见 而驾驶者还可以随自己的喜好 把喜欢的图案投影在车身上 床方形的大灯 挡风玻璃延伸到车头前方 自动开门也不稀奇 以未来为灵感的概念车 还会任主人打招呼 不仅车身可依照车主喜好 随意变换图案 内装更精简到 只有一个方向盘和仪表板 配备也被浓缩到一个中控台 除了有自动驾驶的科技外 还能和车主互动约好时间 地点就可以出发去接人 简直就像专属的私人司机 车头的女神标志 加上优美的线条 正是劳斯莱斯新发表的概念车 仔细看轮子顶部竟然变成平面 不仅如此 未来劳斯莱斯集团 更将推出无人的自驾车 不但没有任何驾驶装置 碳排放也可以下降到零 科技日新月异在未来 爱车不但可能变身成为私人管家 消费者还可根据个人品味 动脑设计并打造出 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车款 欢迎新闻众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